兩年基盤一次 家事好店徵選華東 今年正在度中心選出 嘉義市的地攝美食 和郵結拔手禮 以前基盤頂選歲明會 去應將百人報名參加 華東邀請到第一名美如拼白 分享創業經驗和成功轉型的美角 很多嘉義市在地業者 對將來有機會參與企戶行銷主管 都感覺相當期待 你們這樣直接看過去 我們都沒有 其實最直接看到這個葫蘆形狀 說實在話對我們亞洲人來說 它是一個蠻容易可以去跟酒類 製酒業聯想的感覺 因為畢竟葫蘆它是一個裝酒的容器 所以有一個葫蘆其實 蠻能夠代表我們這個製酒的產業 要拿到家事好店領 真是不簡單 需要經過初算 和專家合家組成的評算委員會 來選出符合主計的店家 不過只要有機會入選 就能為商家合家 帶來公告機會 嘉義市政府今年也帶到家事好店 認真的店家到東京各種食品店 託電通路 將嘉義市的美食拔手禮帶到各種 那家事好店呢 是嘉義市的一個好店跟好禮的最高電堂 那我們去年選出了78家最優質的好店跟好禮 那今年呢我們因應了一個永續的一個風潮 包括ESG包括2050的禁令碳牌 所以我們加了一個新的品項就是好永續 不管你是永續的食材 永續的包裝所有永續的概念 都是我們非常重視的 那我們的整個過程呢 都是公平公正公開 而且呢我們非常重視一定要衛生 而且一定要安全 最後才是看包裝設計和前瞻性 相加入仗對各種市場都有很大的機態 像百位入仗相多想要給自己的商品讓大家看到 米露品牌是多分鄉創業的成功經驗 為這些入仗帶來還有更多創意巡迫 不僅是產品本身 料理包裝、設計和商品個數都是評算條件 今年在加入好永續的項目 高利入仗現發音色發展的商品 記者就申請蔡宏寶德